掌握一手行情不做二手韭菜 大家好 我是小二 因为在华江北做手机的背报课 小二每天下午三点半准时到达市场为粉丝挑选机器 刚到市场 我们先帮一位南京的老表搞一台14pro256 再三跟这个大哥确认过14pro这个小的跟14promax大的只差了不到300块钱 但是他还是依然选择了这个小的 这个14pro256只设未激活的att版本 我们今天拿获是5600 如果是大的的话 也就加了不到300块钱 在小二看来 如果不是特别喜欢小的 还是尽量选个大的 下面这台12promax128g 是帮江西干做的一位粉丝挑的 这个机器也是已经找了好久了 因为他要电池95以上的 而且又要原装无拆修的 我们是挑了十几天才搞到了这一台电池98 三万无所的12promax 这个机器的话也是非常亮 无拆无修的机器 不过拿货价格也是不便宜 今天拿货是整整4000块 这款小小精致的s13可以说是苹果里面最便宜的5G手机了 而且这个s13还是一个256g的 膜的话已经帮这位粉丝贴好了 因为这台也是一个有所版本 所以拿货的话就比较便宜 今天我们拿货价格是1600 这位粉丝主要是拿回去跑步听歌用的 这款小小精致的s13当做一个apple的用 还是很合适的 下面这个14128g充电只有两次att版本 下面还有一个六次的 最终我们挑的这台两次的 因为那个六次的外观稍稍有点瑕疵 这个两次的可以说是一个完美充兴的机器 这台机器也是帮深圳宝安的一位粉丝挑的 三千出头拿下这台14128的准新机还是挺划算的 这位粉丝的话也是要求小二帮他封一个包 让自己在拿到手机的时候有一种拆新机的感觉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还想了解什么机器可以私信或者留在评论区都可以